百岁药王孙思淼 用一生去践行大医精诚之道 大医精诚是贝极千经药方中所列 中医学伦理的基础 学先贤大医 当习其术 尊其道 人命之重 有归千金 就让我们一起识读 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 也是被世界医学界 誉为人类之至宝的 贝极千经药方 大医精诚是中医学界 最早论书医德 和怎样习医的名片 大医精诚也成了我们的一个主训了 精就是我们作为医生 最主要的要艺术精诞 国籍医员 精勤不倦 要不停地读书 不停地学习 不停地实践 成是我们作为医生 要有一种高丧的品责 你就要依病人为中心 打持彻隐之心 这是我们说 医者人数的人的 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贝极千金药方 在总论之后 首先写到的就是妇人方 然后是儿童方 然后才是那些其他的病症 孙思廟是这样说的吗 过尽四方 先妇人小儿 而后丈夫其老者 则是重本之一也 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妇女和儿童 放在成年人和老人之前 那是尊崇本源 若无于小 足不成大 没有小孩 哪来的大人 因为有妇女才能生养孩子 有孩子才能长成大人 孙思廟首先提出要独立的设 妇科和儿科 这个对我们中国 妇科和儿科的独立化发展 和后来整个中医学界 在这方面的进步 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在一千多年前 孙思廟就大声疾呼 而且身体力行 让人们重视富有健康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些是我这几天为您抄的 希望您收下 好好保存 这包含了不同门类 这 这得有几百个方子呀 是啊 即便您不给我 治妇人病的药方 我也要给您一份 因为我希望来您这里求医的人 都有方可治 医家治病 若占千古后 自律吉凶 呼吸生命 怎么治好病人的病啊 孙思廟讲啊 人命治重 有贵千金 一方既之 得于此 说人命啊 非常的珍贵 比千金还贵 那如果有一计良方 能够救治人的性命的话 那他的功德 也会重于千金 所以就要千金要方嘛 那前面为什么还要 冠以贝吉二字呢 是因为中国古代呀 这个医方是散乱的 老百姓真要用到的时候 往往根本就找不到这些医方 孙思廟就想呢 我怎么样把这些药方汇聚到一起 把它整理出来 这样老百姓只要拿到这本书一看 就可以救一时之虚 这就是贝吉千金药方的来历 孙思廟呢 绝对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的年龄就是个传奇呀 现在对他年龄的记载是多种多样的嘛 最小说到101岁 最大说到173岁 当然呢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是101岁 这是极其罕见的 对 孙思廟呢 是一个小神童出身 说他七岁就学 日诵千余言 可是这小神童身体不太好 小时候就老生病 为他看病啊 家里几乎是倾家荡产 这就刺激了他的这个 从医之治嘛 18岁就开始立志学医 然后就便求医家 便寻药方 博采重肠 到二十出头的时候 又成了一个有造诣的医者了 孙思廟应该说 在他行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 有所积累 后想写一部书 能让家家都能够学到 每个人都能够了解 我们救命的一些技术 所以是他把唐一前的医书 寻找了一个变 复习了一个变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经验 创造了很多他自己的方样 医方成了贝极千金药方 贝极千金药方 既是对唐一前 我国医学成就的系统总结 又开创了自唐一来 中国医学研究新局面 对后世医学 特别是方医学的发展 有着极大的影响和贡献 如今贝极千金药方 等传统医学成果 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 开着人文交流 促进东西奥文化互建的 重要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